一個早上有個家庭如常齊集研讀經文 在集合的時候,爸爸覺得有點不對勁 有些人似乎不想參與 他們做完家庭祈禱開始研讀的時候 爸爸發現有個女兒沒有帶經文來 於是請她回房拿經文 她不想回去房 好像過了很長時間 她回來坐下來說 我們現在一定要讀經文嗎 爸爸覺得撒旦正在製造問題 不想他們做家庭研讀 所以企圖冷靜地說 是啊,我們現在要讀 因為這是主希望我們做的事 這個女兒回答 但是我現在不想讀 這個爸爸終於失去了耐性 提高聲音 這是我的家庭 只要在家裡就要讀經文 爸爸的語氣和聲線傷了女兒的心 她拿起經文 離開家人 跑回家 將門一聲關上來 經文言讀就在這樣感覺不到 有和諧和愛的情況下結束了 爸爸向主尋求幫助 祈求 祂知道祂冒犯了天父的一個女兒 祂自己所愛的女兒 祂懇求主希望恢復家裡的愛和和愛 讓祂能夠繼續一起讀經文 祂祈禱的時候 心裡閃了一個想法 去說對不起 祂繼續懇求求主的靈回家裡 這個想法就出現了 去說對不起 祂繼續祈禱 祂真的想做一個好的爸爸和做對的事 於是祂站起來走去女兒的房間 輕輕敲門沒有反應 祂輕輕把門打開 見到祂的女兒在床上哭著 他跪在女兒身邊 輕聲地說 對不起 我為剛才的事向祢討歉 後來從女兒的口裡 說出了希望這個父親學到的事 父親再次說 對不起 我愛你 不想傷害你 他停止哭泣了 一陣子靜靜過了之後 他拿起經文開始翻閱一些章節 這個爸爸看著那雙美麗簽誓的雙手 一頁一頁翻著經文 他找到他要找的經文 慢慢地用溫柔的聲音念讀出來 因為自然人是神的敵人 自阿當聚落時起如此 將來也如此 永永遠遠也如此 除非他順從神聖之力的勸告脫離自然人 藉著主基督的贖罪而成為聖徒 便得像小孩一樣順從 溫順 謙卑 有內心 充滿愛心 願意順從主認為適合家諸於他的一切 就像小孩順從他父親一樣 而寫在床邊的爸爸感到一顫羞愧 我心裡心裡想 这段经文不是就是写给我看的吗 女儿真是教了我重要的一课 女儿看着爸爸说 对不起 对不起爸爸 这个时候 爸爸才明白 女儿并不是读这段经文给他听 而是读给他自己听 她将开箱被拥抱女儿 在这个和解的美好时刻 神的话和圣灵带来了爱和和谐 女儿记得自己在个人经文研读时读过这节经文打动了她 让她心中燃起了圣灵之火 各位亲爱的兄弟 我们的家应该是圣灵可以居住的地方 家的神圣性只有圣殿能比美 财人在我们的家是没有地位的 财人会借盖他的罪或满足他的骄傲 虚妄的野心或以任何程度的不正义 对人类而女的灵魂私行控制 统治或强壁 看啊 诸天就退出 主的灵必伤 当其退出后 那人的性职或权柄也就结束了 我们持有亚内伦或墨基使得圣职的人 应当一直谈记 任何能力或影响力都不能或不应值圣职来维持 唯有借着劝说 恒久忍耐 温和 温柔 和不虚伪的爱 借着慈爱 和纯正的知识 这些将使灵魂不偽善 不诡诈地大幅增加 我们努力奉行 这些基督般的特质的时候 纯正就会离开我们的家 和我们的生活 你们也要宽恕彼此的过错 我实在对你们说 凡在论人表示悔改时 不宽恕论人过错的 就把自己带向罪乎了 I am sorry 对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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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基督 是和平之君 他教导我们 如何在家里营造和平气氛 他教导我们要信从 换句话来说 就是要服从主的旨意和力量 他说对不住 他教导我们要温存 换句话来说 就是要脾气温和 温柔 彬彬有礼 不轻易发怒或生气 柔软 即使被人伤害 也会忍耐 他教导我们要谦卑 换句话来说 就是要谦功 谨慎 温顺 顺从 不骄傲 不傲慢 不自大 不过于自信 对不住 我为刚才的事向你道歉 他教导我们要内心 换句话来说 就是要能忍受不愉快的觉性 不抱怨 也不苦劳 或者是 忍受 伤害或被人冒犯时 也能保持宁静 他教导我们要满怀爱心 我爱你 不想伤害你 是啊 他教导我们要脱离自然人 我的亲爱的兄弟 就好像故事里面去寻求主帮助的爸爸一样 是啊 就好像爸爸用爱的被帮拥抱女儿一样 我们悔改的时候 救主也会伸出双臂来拥抱我们 他教导我们要借着主基督的属罪而成为圣徒 这样我们就可以与神的旨意和谐成为神的朋友 我见证救主的属罪是真实的 他的属罪有洗滴和洁净的能力 只要我们努力摆脱自然人 跟随他 他就能让我们和我们的家成为圣徒 他是神的羔羊 是那位圣徒公义者 他的名要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接着终双转喷 接着销售 继继继继继继续 接着销售 接着销售